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慶 今天代替孫晨,孫晨的粉絲不要失望,他有些事 下星期會和大家繼續見面 大家都知道,今晚大家最關心的就是聯儲局究竟會不會擴大量寬規模 擴大規模又有多大呢 大家都知道,其實美國現在通脹還是很低 PCE評減日價指數大概是1.6% 距離他的目標,2%還有空間去放水,不用怕通脹 他狂谷的原因都是為了拉低失業率,現在7.7% 如果他狂放水的話,他希望將失業率盡量拉低 大家知道,帕南克很可能在2014年1月離任 如果你想想,還有一年時間,他的目的當然是想走的時候風光大壯 當然是將失業率拉到越低越好 所以現在大家都猜,今晚放水的可能性都很大 受到這個估計刺激,你碰到福道指圖 他已經衝上去,衝上去什麼水平呢 就是前脈閘區頂部,13300區那裡 大概在那個水平那裡頂著 如果真的放水又放得夠多,符合市場月期的話 即是大概450億,甚至當然越多越好 導致有可能是衝上去今年9月的頂部 好,我們再看看中國情況 中國的情況就是現在在溫和復甦 今天有一個消息出,收市之後 傳說中英經濟工作會議在半週六會召開 如果中國真的定了明年那個方向 就是加大基礎投資建設的話 我們預期其實中國的經濟是會慢慢好起來的 好的時候就會拉動股市當然上升 你見到一幅上證指數圖 你見到它今天剛剛都在下降軌那裡 還是頂著的,不過不要緊 我們估計可能這個是一個奇形來的 如果突破的話呢 是起碼可以衝到上2150區的 那美國其實有些利好東西 中國有些利好東西 那香港有沒有利好東西?當然有 香港每天都在,金管局都在截錢 錢在不停地流入來的 那今天最新呢,下午又聽到說 接46.5億了 那錢不停地流入來 股市當然了,慢慢穩步都要上升的 那今天就出現了一個高開高走的情況 那就突破了之前的小平台 那差不多以前的接近最高位收市 就是22503,升了179點 那就成交都OK,有640億這樣 那今天可以視為一個突破日 那如果今晚美國好,中國那些因素一直這樣 我們相信股市繼續上升 你如果量度升幅,就說是大概去到23000以上 高一點 不過其實如果我估計 有一個秋美因素在這裡 本輪升浪其實是可以看到去23000至24000都可以 即是說比較可以高,樂觀一點 那今天很多板塊升的 我們先說大市有什麼板塊 其實裡面長實是有領導作用的 今天看到它是創了米爾洲新高的 那另外PADA雖然不是成份股 但是它都夠大隻,也都創了新高 那如果焦點板塊,我就覺得是 都是遊戲板塊的 今天幾隻都升了上去 一直都說安東 今天雲華是一個大成交大升幅突破的 那珠江鋼管其實走勢都不錯 今天都創了米爾洲新高 守住在列口之上,就繼續向好 不過要小心一件事 今天有些盈利不好的衰股 是盈利衰的股份 其實它今天都有大升 例如太陽能,例如運動鞋 其實這些都仍是一般的 不過今天就熱炒 如果你真的看中這些股份 查一下大家要小心一點 好,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吃了 吃吃